哈嘍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绑送绑小编阿福 现在呢就让我来看看 就是有一些同学在脸书上面有问我一些问题 我来亲自帮你们作答一下 阿福如果早上睡过头时你会怎么办 我继续睡哦 那你早上睡过头的时候 就是今天人会一直叫你起床之类的吗 对就是看程度 如果我只是睡过头十分钟 还是会硬着头皮起床 但如果真的已经无法挽救就 可是我在工作上 基本上还是会逼迫自己赶快起床 是比较难起来的那种 我超级难叫 第二题是 阿福 8月30带东西送你你会怎样吗 也只好收下哦 谢谢 那你比较喜欢收到粉丝的卡片还是礼物 卡片 因为我觉得卡片 我其实很喜欢读就是 大家送我的卡片 朋友阿然后歌迷都是 就是听众什么的 我很想要知道他们 会想要跟我说什么话 或是他们有对我的音乐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都可以在卡片里面发现很多秘密 第三题是 粉丝在热福星球的留言你都会看吗 呃其实基本上我都会看 对但是我只会在发完文之后的 可能十分钟以内吧 如果你在十分钟以内 十分钟之后留言给我的话 那可能被看到的机率就不到 可是我偶尔会少回去之前的发文 对所以还是希望可以随时 好啦追踪我的那个专业这样 我看到有一个特别的问题 他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他问我说 好久不见了 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希望福可以来苗蜜 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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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打错字 没想到其他方法 能让你知道我是谁了 诶 好 我是要回答说 我还记得了这张照片 然后是在那个苗蜜的 小小的音乐节 嗯 记得记得 你有喜欢吃什么美食吗 上面有个粉丝 我喜欢吃甜食跟很辣的东西 就我吃东西其实非常极端 那甜的东西就会吃很甜 然后 辣的东西也会吃很辣 所以其实 通常就是 可能去外面的餐厅 那个辣椒酱 其实不太能满足我 所以其实我都会带生辣椒 就是配的是我的饮食习惯很奇怪 对 可是这样吃这么辣 会不会伤好吗 我不会啊 因为它会就是 辣完之后就没事了 对对对 他有一题 问题是 如果 在台上唱歌上 然后一半吃到虫会怎么办 我觉得 我好像有一次就是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真的只能就把它推下去 因为有时候就是 风大啊 在外面的舞台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舞台很亮 所以那些虫会有那个去光性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要把我们嘴巴掩背 这好像会有什么尴尬的事 尴尬的事 哦 有人问我说 在台上曾经遇过什么尴尬的事 其实我遇到 我遇到很多很多就是离奇的事情 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就是我有一次音乐会 然后在台上表演 结果我的那个洋妆的后面的那个拉链 拉不上去 就卡住我在换妆的时候 对然后 我是就是硬着头皮 然后因为那时候要弹钢琴 所以我就做定位之后 然后工作人员用那个黑色的胶带 把我的那个 后面的衣服的那个拉链黏起来 对就是这件事情 让我有点尴尬 那其他可能就像是 牙齿装麦克风 或是 就是被那个 被线扮到之类都还好 诶话说 十分钟小编的时间 好像快到咯 那 记得一定要锁定每周六晚上8点的TVBS42频道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然后我的音乐会8月30号 也希望你可以来看哦 拜拜